VBA的部分 那大家第一个 各位有点心理准备 第一个拉过来 复制工作表嘛 你就拖拉过来按Ctrl键 Ctrl键会多一个加号嘛 这样复制工作表会比较快 你就直接把这边改成VBA 然后记得 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格 设定格式化这边清除规则 把整张规则给清掉 让它还原 如果说本来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你也把它清除掉 然后把它变成五天满 OK 好 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今天需要做什么事呢 能够做类似像那个VBA 这边有一个 我大概就只是这样了 就是做一个格式化日期 然后它能够帮我做什么呢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 礼拜六礼拜天做格式化 不过礼拜六礼拜天 你可以分开做了 就是先做礼拜六 再做礼拜天 基本上的逻辑是这样了 就是我们会是先 最后就把它还原一下 逻辑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 因为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工作表里面 有多少个储存格需要判断 那如果需要判断的你每一个都把它抓出来 里面的值抓出来 用weekday 其实在VBA里面一样有一个weekday的函数 然后判断呢 如果是礼拜六那就等于七 那做什么事呢 把它的那个字的颜色跟底色做变更 OK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格式化日期 所以请你在开发人员里面一样 Visual Basic 那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程序 程序的名称呢叫做格式化日期 就这一个 那里面哦 基本上我把它稍微慢慢这个把它先删掉了 把不需要的先删掉 各位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基本上我的习惯 如果说我实在没有方向 我可以先把我的注解先打上去 那什么叫注解 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单引号开头的 后面那个叙述啊 都是所谓注解 也就是说它不会被执行 它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因为有时候到底要做什么 那不外乎几个方向 一先确定一下 到底你这个工作表里面 有多少个储存格需要判断 所以呢我们就 列是第二列 一直到第三十二列 这个原理原则跟前面一样 不过呢这边可能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蓝 那我的习惯 蓝的回圈 是1 特别注意是A到L嘛 不过特别注意 那个for回圈它不接受那个 就是文字 它只接受数字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给它列是哪一个 2到32列 然后蓝的话是1到12蓝 OK 然后再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判断一下 不过特别注意 判断的话呢 我会先判断 如果没有资料 为什么 因为底下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边 因为有空的嘛 那这个空的啊 你不能给它用V-day判断 如果给它判断 它一定会发生错误嘛 所以呢 我的习惯是先确定一下 这里面如果没有资料的话 那如果没有资料 怎么判断呢 if sales 特别注意哦 我们是先I 再斗点J 那个用 salesIJ来代表什么 代表里面的 一个一个的储存 因为它会先I列 第二列 然后呢 一直到第一栏 第二栏 也就是它将来会怎么跑 从 这样子抓一个过来 去判断 再抓下一个 再抓下一个 也就是这一列跑完之后 再换下一列 一个一个一个的 那这个关联性呢 实际上 在这边就是一个salesIJ 那如果不等于 空置串 表示说里面 不等于的意思是 它里面有资料的意思 then 才继续往下做 如果没有的话 反之 那我就怎么样 那我就是直接跳离 所以这边有个and if 用这个方式呢 先做什么 先做 把那个没有资料的 先就先把它过滤掉 再来的话呢 判断什么呢 如果是礼拜六 礼拜六 那怎么判断礼拜 if if什么呢 用外面报一个weekday 当然你也可以打一个 VBA开头 电 weekday 有没有 有吗 VBA这个大的物件里面 有没有weekday 有啦 你就直接空白线一下也可以 然后再刮壶 其实前面那个VBA点 你不打也没关系 它会跟你要一个日期 那个日期在哪里呢 就是sales 刮壶 i 就是我在我初春歌里面 抓过来一个 给你判断哦 如果等于多少呢 等于礼拜六是七 then enter两下 习惯是and if 一定就先打 按个tab 做什么呢 把那个我的字的颜色 改成什么颜色呢 就是绿色 然后我的底色是浅 浅绿色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要怎么打那个字的颜色 其实很简单哦 sales 点 phone color 有没有 phone 打一个fo 然后点什么 点color 这个就是了 等于什么呢 颜色的话是RGB RGB 刮壶 特别注意 以后你只要想到颜色的话 你就记RGB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三原色嘛 那第一个数字呢 决定红色 没有 第二个数字代表绿色 绿色全部255 第三个代表蓝色 没有 那最大是255 最小是0 OK 这样子就OK了 那特别注意 不过呢 我们在sales 最后记得再加刮壶 i 豆点 J 你想说老师 那为什么你最后再加刮壶 因为如果你刮壶最后你先加上去点下去 它foam不会出来 因为这个什么提示不会出来 但是你没有加刮壶 它会 它会有 OK 所以我刚刚是后加 那底色怎么加 很简单 sales 点 它有一个属性叫intero in 你打个in应该就出来 intero 这个intero intero 这个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点 color 它里面有个color 那等于什么呢 RGB 那你想说浅 老师 那那个浅 浅色的绿色 我不会耶 那我怎么知道浅绿色在哪边找 很简单 常用里面的油漆桶 其他色彩 你找一个浅绿色的 在做什么呢 找到对不对 制定 RGB 204 255 204 不就有了 如果你要浅红色的话 这边也有啦 我记得 这个吧 反正你就挑一个吧 刚好是255 204 204 刚好两个颠倒 这样好像蛮好记的 就是 绿色跟红色 浅的好像就是说 只要另外一个颜色 好像204吧 它就是浅的 你们自己看看 反正这里面应该都可以抓到你要的颜色 然后抓到之后的话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填上去 就是204 豆点255 豆点204 这样就好了 一样哦 再把这个刮糊放进来 好写完礼拜六了 礼拜天怎么做呢 把这个copy一下 贴到下面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改一下嘛 礼拜六 那礼拜天的话呢 其实就是再判断一次 把它改成礼拜一 就是一嘛 对不对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红色的字 255 对 然后绿色的字没有 绿色没有 那这边刚好颠倒 就是 就是255 然后204 这边是255 然后这边是204 204 OK 这样就全部写完了 应该懂得在做什么 反正这有点像 一个固定的做法 然后你只是把你需要的东西填上去而已 那特别注意就是你的那个撰写习惯 因为我一定是4跟这个NAS 中间这边一定会有个什么呢 Tab键 缩牌 为什么呢 因为一目了然 有头有尾 有头有尾 有一副 然后如果这边它里面有资料就进来 没资料就跳到这边来 有礼拜六就进来 没有就跳过去 是礼拜天就进来 没有就跳离了 那程式一目了然 有没有 那基本上 养成好习惯 以后程式就不会写错了 就像有同学 这常常会问我问题 然后把程式码给我一看 哇 全部都在同一个那个 同一条线上 我说真的 我看了也很辛苦啊 我的习惯 第一个我先帮你重新格式化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格式化完 我就知道你哪里有错了 那有时候它错是错在 它有一个头 下面没有 那当然怎么跑 因为它是一个很有结构性的东西啦 就是说 它一点点错都不行 它也不给你跑了 OK 反正你只要注意小细节 这些细节都注意到了 我说真的 写程式 应该 怎么讲 你就越写越有那个感觉 应该就越来越好了 因为都不太会犯错 有错的话 应该也很快可以找出来 所以基本上养成好习惯就一 可以加个注解吧 二 记得加个tab 这些都是固定的啦 如果你这些都有遵守的话 不要急躁 因为这种也快不了 这种东西跟练功一样 你要快也快不太 所以这东西的话 我们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试试看 就是把它执行过 执行的话呢 我也许我直接在这边旁边吧 你不用加按钮 直接执行 有没有发现 全部 礼拜天 礼拜六 都帮我做上去了 那再来就是要把格式拿掉 那格式怎么拿掉 你可以做一个还原格式 那怎么还原 把上面的复制 其实我是从复制上面的 然后把它贴到下面 改哪里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把这边的东西吧 把这个中间的东西拿掉 它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是 这样子吧 我把它改成什么 还原格 还原的话就是 只留下什么 留下那个一个 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另外的一幅逻辑判断都拿掉 这个拿掉吧 留下一个就好了 把这两个 这两个怎么样 往那个缩排 往前面缩排一下 因为太右边了 倒车什么倒车 其实教会有一个方法 上面有个工具列 按右键 有个编辑工具列 这个编辑工具列 可以让你 往缩排 也可以凸排 凸排的话 按一下去这样子 然后就凸排 缩排 凸排 要不然的话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 Tab 是往右嘛 如果你要让它倒车的话 那是什么 Shift加Tab Shift按住按Tab 也可以啦 有没有 或者用这个也可以啦 这边也蛮多 OK 有些小机关 还原格式 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特别注意我还原 其实我只是还原什么呢 把我的底色变回黑色 把那个字的颜色变为什么 黑色 那黑色RGB是多少 就全部都零 那白色是什么呢 全部都255 255 就是白色的 OK 这个原理是什么 其实 反正就是 就是大概 那其实 我以前是这样记 就说 就像什么 你把那个七彩颜色 把它放在一个转盘上面 你快速转 它全部混在一起 就变白色了 OK 不这样好像也不好记 你自己想想看 反正就是 白色的 就全部 颜色最多了 等于是 光线最多的时候 就白色了 全部都有了 OK 然后黑色的话 就全部都零 那 至于颜色 你想更知道更多了 很简单 就是从油气筒 这边有个其他色彩 那你自己再点 其中一个色彩 再去查也可以 比如说这个黑色 对不对 自定一下 全部都零 那如果你是白色的话 中间这一个 自定一下 全部都255 这边也可以看到 OK 如果你实在系不起来的话 可以再透过那个地方 直接怎么样 把颜色加上去 全部套用上去 有没有发现 颜色就全部去掉了 全部加上去 全部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反正就是将来 你在跑一个四串表 里面要套用什么样 你可以下一个条件 比如说当某一个数字 大于多少的时候 给一个格式 当某一个数字 小于多少的时候 给一个格式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一模一样啊 做法 拿这个来改一下就可以 那如果你要还原的话 把这个颜色 还原回去就好了 看它原来是什么 字的颜色 什么底色 你就还原给它 原来的颜色 这样又还原了 OK 所以这个其实可以拿来 套用在很多地方上面的 OK 好 虽然有点复杂了 不过 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我也有把那个 最后的完成的 放在哪里 也是这样 这边 跟这边 这两段 这两段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如果你比较没有把握的同学 没关系 你就是直接 先用我的程式 跑跑看 那尽量就是说 你把某部分的东西删掉 然后自己再重新做一遍看看 如果你这边 可以 全部都可以自己来过 也都没有犯任何的错误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你这个VBA的功力 应该是近 应该已经进阶了 好 特别注意 我 就是那个小细节 真的是大关键 那没有办法 像这些东西 你说要述程 我想应该 这种东西 如果可以述程的话 那每一个 应该都 很多人 这个就不需要来学了 那主要是 这个是设计 它的位阶 跟之前的应用 跟你在使用电脑的观念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 从没有去创造出来的 那以前的东西是应用是 本身就有这个功能了 那我们现在做的 其实在设计 我们需要的一个功能 那为什么会这样撰写呢 其实我是觉得 这样的写法应该最简单 大家也可以直接可以理解 所以我就写成这样子 当然坊间的书籍 它有一些自己的写法 不过我觉得坊间的书籍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对各位来说 比较不好学 因为坊间的书籍 太过注重 那个所谓的物件导向的观念 所以很多地方 都会用很多的物件观念 我给你们的程式 最简单的就是 几乎不太需要 想到什么物件导向 连那个宣告 我都把它先拿掉了 让各位比较好入门 那你说其他的东西 重不重要 还是重要 可是目前现阶段 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你现阶段是 先可以把你的事情 解决比较重要 如果等到你也许 入门了之后 你想要学更多 那当然欢迎 坊间太多书籍了 这一类的书籍 我想那个 在任何书店 隔壁重新来路上面 非常多 不过我发现 大部分同学 买回去的心得都是 好像看不懂的比较多 放着在那边的比较多 所以还是用 比较简单的方法做 至少就是这些东西 将来可以尽可能的 你找一个 你工作上能够用到的 你多去演练它 我想这个东西 用久了之后 你也会越来越能够 得心引手 好吗 好吗